去掌公主府的时候 玉锦绣全程冷着脸 宁妙威不以为意 她早就习惯了玉锦绣这副样子 只是默默地挪了挪屁股 尽量离她远一点 玉锦绣看到她这个样子 就更是觉得奇闷了 了看莲子不理她 两人这样去到公主府 也算是相安无事 可是他们到的时候 六皇子玉锦燕京也在 她看到玉锦绣的时候 脸上满是欢喜 想要过来打招呼 可是一看到宁妙威 下意识地就用袖子遮脸 原因无她 她脸上的痘痘最近又长多了些 原本光洁的脸上 冒出了好几个红色的痘子 她见玉锦绣看了过来 不情不愿地过来打了个招呼 三哥 玉锦绣扫了她一眼 这是怎么了 用袖子捂脸 做了亏心是没脸见人吗 才不是的 玉锦燕亲撇了一下嘴 不情愿地把手放了下来 宁妙威看到她那副样子 嘴角抽了抽 却没有说破 少年要面子 她才不会傻乎乎地说破这些事情呢 紫竹过来 将宁妙威往屋里迎 公主已经等了王妃好些日子了 王妃 这边请 宁妙威要过去给长公主治病 玉锦绣对她治病的方式有些好奇 想要跟进来 可是她却拦住了玉锦绣 王爷有些日子没见到六弟了 不如和六弟说说话吧 她要给长公主打针 这种场合不适合玉锦绣在旁观看 毕竟长公主的那种病实在是有些见不得人 玉锦绣没料到宁妙威竟然敢拦她 不由得微微皱眉 看着宁妙威的毛光老了些 紫竹清楚长公主的情况 也知道玉锦绣和宁妙威关系平平 忙在旁边打圆场 迟些 公主再请王爷进去说话 你若治不好姑姑 回头心证就张一起算 她说完便走了出去 宁妙威对她扮了个鬼脸 紫竹看到他们的互动 憋小憋得肚子疼 陈王和陈王妃之间的关系 似乎也没有外面传闻的那么差 宁妙威竟到礼物的时候 玉象婉坐在大椅上 脸上附着金子 束手撑着脑袋 整个人看起来有些慵懒 玉象婉见她过来 我还以为你上次在我这里吹了牛 却没有治我的法子 不敢来了呢 你若再不来呀 我就要去王府里抓人了 我说话一向一言九鼎 说了能治姑姑的 那就一定能治 只是这些药准备起来颇费时间 这才耽搁到今天才来 玉象婉有些好奇 你要什么药 皇宫里没有啊 内药很珍惜吗 皇宫里 有着全国最齐全珍贵的药材 以他们的身份 只要开口 明阳帝一定就会赏下来 宁妙威将自己辛苦准备的东西取了出来 给姑姑治病的药 皇宫里还真没有 需要特制 治这些药的工序也不算复杂 需要一点时间 再加上工具不齐 还得重新打制工具 玉象婉看着她拿出来那些奇形怪状的东西 眼里满是好奇 拿起一个竹纸的针筒问 这是什么东西 这些是给姑姑打针的东西 可能会有点疼 姑姑千万要忍着 做这个针筒宁妙威华了很多心思 她原本想要烧制一个 烧出来的东西 却不符合她的要求 万般无奈之下 她就取来一节竹子 在座里与之相匹配的木塞 这才勉强达标 可是最难的是注射用的针 这年头没有专业的机械设备 空心针做出来 比她预期的药粗太多 她找巧将费了很大力气 才打之出眼前这枚针 就算如此 这针比她知道前世打针用的针要粗得多了 只是在现在这种情况 只能将就着用了 打起来 肯定会很疼 所以她才给玉象婉打了一剂预防针 玉象婉眉头微皱 你的药不是直接吃的 她还是第一次听见这种治病的方式 实在是古怪至极 是需要打到肉里的 姑姑要是不能接受这样的治疗方法 我也就治不了姑姑 只是如此一来 姑姑最多可能只有半个命了 在性命面前 我觉得姑姑可以忍一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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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